綠燈機車同時起步 不到兩秒 行車記錄器突然一陣天旋地轉 原來乘一秒 一輛機車從右側挤了過來 機車當成碰碰車 當場把騎士撞倒 而肇事騎士也被清楚拍下 就是騎著伸仗機車的老翁 只是他撞倒的人 卻選擇肇事逃逸 當時騎士就是騎在代轉閣裡頭 準備起步的時候 被老翁後座的超長貨物給勾倒 因此摔車手指也受傷 封了三針 大拇指血流如注 還要因此逢針 釋放地點就在北市萬華桂林路上 當時紅信騎士準備回家 才剛起步 就被超車不慎的老翁撞上 害他當場慘摔 只是對方卻肇事逃逸 到案後態度更讓人火大 行車記錄器拍得一清二楚 對方卻時空否認 不過證據會說話 檢察官開宴畫面後 認為老翁當下沒有採取任何救護方式 也沒有留下聯絡方式或報警 已經涉犯肇事逃逸和過失傷害罪 依法提起公訴 他事是我去撞到他這樣子 所以他這樣講我反正那邊 有點不能接受 畢竟我還是覺得要有一個道歉 總不能因為是殘障 然後就覺得我是殘障 所以我可以不用負責這樣 不只手指掛踩 愛車也有損傷 儘管念在對方是身障歧視 但超載貨物又兆逃 事後也得不到一句道歉 都讓歧視無法接受 如今老翁也被檢方正式起訴 當初兆逃裝迷失 這下恐怕付出更大代價 相信合謀9套退不等 不妨碰5道歉 不妨碰6道歉 連黑人走 好